护学船投入使用 有500多名洪泽湖上的瑜伽子弟 不再会担心上学路上的安全问题 一大早家住洪泽湖 老子山镇新龙村的小学生王倩和同学们来到码头 准备登船入学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他坐上了爱心护学船 有了警察叔叔的陪伴还穿上了救生衣 今年像王倩一样 洪泽湖老子山镇500多名洪泽湖上瑜伽子弟 都可以坐上爱心护学船入学 为了确保船部安全 近日来 洪泽湖老子山镇派出所所长唐国璋 和他的同事们对渡船进行了安全检查 老子山镇只有一所九年制义务学校 一清多名学生中半数家载无区 以前学生们往返学校主要搭载顺便船 今年当地派出所湖区护学船 专门请来船工按时接送湖区学生 江苏城市频道 淮安电视台为你报道